又發生行人遭中的事故 二號下午 臺南市一名汽車駕駛人 在左轉的時候 直接衝撞要過馬路的路的行人 而行人臨死亡聯盟就呼籲了 事故層出不窮 新國會各黨團應該要持續監督 臺灣交通系統性的問題 內政部也應該儘速 擬定行人交通安全設施條例 確保道路設計安全 綠燈一輛白色車輛緩緩前進 卻疑似沒有看到車前行人 直接從背後撞擊 女子當場 飛起重摔地面 事件發生在二號下午 陳姓女駕駛在中華西路二段轉彎 釀成車禍意外 遭撞女子 錯傷送醫 索性沒有生命危險 我覺得駕駛在那個時候可能有一點在注意對向來的機車 所以他就看到沒有機車之後就馬上切過去了 如果那個行人庇護島有發揮作用的話 是可以防止切西瓜駕駛去駕到去撞到行人的 所以換句話說就是行人庇護島要蓋出來 去年發起環路漁民大遊行的行人臨死亡推動聯盟表示 事故層出不窮 因為台灣交通有系統性問題 檢視去年一到十一月數據 已經有兩千七百五十九人死於交通事故 對比前幾年並沒有明顯下降 顯見政府對道安改善還不夠努力 聯盟指出因應多元運聚與行人安全 因落實道路全面設置人行道 排除障礙不得他用 即便施工期間也要建置臨時人行道 另外對於棋樓設置人行道要有明確規範 呼籲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因盡速擬定行人交通安全設施條例 將道路安全規範入法 記者綜合報導